好 那我們這個小印象有一個反射管 這反射管是要加強那個中印效果的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要畫一個反射管 那這個反射管就不是用木板做的 因為他不可能用木板做 我們反射管就要用3D列印來做 用3D列印來做 那這個反射管就是一個像水管一樣的形狀 那這反射管大概要多出呢 就是要看你的那個 當初挖的那個孔多大對不對 你當初挖這個孔的時候挖多大 挖多大 我記得我是挖2公分了 所以我們這個反射孔的話是不是就要2公分 對不對 他的大小就要2公分 但是反射管你要做3D列 3D列印要有個厚度對不對 那2公分是套進去的這個大小是2公分 那厚度呢 厚度可不可以往外漲 不行嘛對不對 厚度的往外漲就踏不進去了嘛 所以厚度要往內漲對不對 那外面這一圈是什麼 這一圈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美觀的一個什麼 一個一個凸眼 為什麼要美觀呢 因為如果沒有凸眼的話 你會發現沒有凸眼的話 就是你那個管子的側面會直接露出來 有沒有發現管子的側面直接露出來 這樣子不太好看 那如果有一個凸眼的話呢 就是會把它蓋住 蓋住那個出口的地方 感覺會比較好看 那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畫呢 其實我們仔細來看 這個東西就是大小2個圓柱 大小2個空性的圓柱體 所以我們草圖的時候可以畫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畫 那我們要做的第一步呢 就是我們要把它畫成另外一個零件 這邊就是另一個零件 畫出來像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零件 因為它不是用雷射切割 它是3D列印 所以它 它是另外一個零件 它的製作方法不一樣 那我現在先把這個零件刪掉 我可以按滑鼠的右鍵把它刪除 OK 那我直接從開始的時候來畫 那我們要怎麼新增一個零件呢 OK 請看一下 這個Post Studio 我們可以稱為叫零件庫 那這邊是不是有已經有 九六個零件了 就是我們六片板子 對不對 零件庫裡面的零件就在這邊 那現在呢 我們就是要增加一個新的零件庫 所以我們要點左邊這個加 然後建立Post Studio 就建立一個新的零件庫 OK 那我們現在看到 這是一個Post Studio 2 對不對 第二個零件庫了 左邊是不是統統沒有零件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在這個 新的零件庫來畫一個這個反射管 那我們希望把反射管畫在這個 Top平面上 所以呢 我們來先選Top平面 然後呢 建立一張草圖對不對 那草圖建立之後呢 和滑鼠右鍵 正式與草圖平面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在草圖上畫圖了 好 那我們的反射管是一個圓形的 那不一定要圓形喔 我這樣講過了 之前講過反射管不一定要圓形 也可以做緊啊緊緊也可以 那我想要畫圓形的啦 所以我就選中心點畫圓 因為我想要來這邊鎖住中心點 比較簡單 好 那現在我來這邊 靠近中心點它會自動 自動出現一個記號 這時候我點下去 就一定會鎖住中心點了 好那接下來我畫出一個圓 再點第二項 那這個圓的大小是2公分 2公分就是20mm 那我就畫出一個圓 那我剛剛有講過圓是要配合那個木板的孔 但是3D鏈要有厚度嗎 所以這個厚度要往裡面長對不對 那長多少呢 我覺得長兩個mm應該就夠了 太薄會破掉太厚浪費材料沒有必要 那這時候的畫法呢 你可以再畫一次中心點畫圓 你可以再畫一次中心點畫圓對不對 ok 那請問一下那這個磁徑要多少 18 18 18對嗎 是喔 是嗎 ok 請問一下18 那這樣距離邊邊多少而已 1 如果你直徑設18 那距離邊邊後路就只剩1喔 對不對 那當然你可以去算 那我現在把它復原 教科同學另外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叫做用什麼 偏移方法 這個叫做 英文叫Opset偏移喔 偏移的意思就是 他可以畫出一個跟剛剛一樣的形狀 但是比剛剛小或比剛剛大 就是複製剛剛的形狀 但是比剛剛小或比剛剛大 那這個情況之下偏移的話會比較好控制的 那我畫給同學看 我們畫偏移喔 那我要我要我要這個複製的輪廓是這條線嗎 對不對 然後就點一下這條線 點一下這條線之後 他出現一個箭頭了 你要往哪邊偏 往外擴還是往內 我們要往內 所以我們要改變這個箭頭的方向 對不對 往內偏移 然後偏移量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要告訴他 點兩下告訴他2 那各位同學請看一下 我們現在用那個尺寸標註功能來看一下 我們把這尺寸拉到外面來 他現在就告訴你了 告訴你這一段距離是2 而且他跟他是互相平行的 對不對 每個地方距離都一樣 都是2 OK 那我接下來要畫外面的那個什麼 外面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邊緣嗎 對不對 外面那個邊緣就是往外 往外偏移出去的 所以我現在再做一次偏移的功能 然後呢 這是兩公分的嗎 這兩公分的嗎 對不對 我點一下 往外偏 偏多少 我假設也是偏2就好了 Enter 好了 那接下來我已經畫完這個草圖了 這是兩公分 這兩公分 然後這個地方 也是2mm 這樣 OK 那這個兩公分就是為了跳到那個圓孔裡面 那這個是3D鏈的厚度 那這個是突圓 OK 那現在畫完之後 大家都知道下一個步驟要怎麼做了吧 下一個步驟是不是擠出 對不對 長出他的高度來 好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擠出 這個擠出這個有趣的 你看他這個擠出的時候 他隨便找了一段來擠出 看到沒有 隨便找一圈來擠出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這個這個不是我們要的吧 好來來來 那我們要怎麼辦呢 OK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擠出呢 先刪掉 我們回過頭來跟各位同學講 這時候呢 我們在我們在做擠出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先把草圖打開 草圖打開 然後選你要擠出的那個面積 因為這裡有兩個面積都可以擠出嘛 可是我們兩個擠出是不同高 對不對 所以我要先選我要擠的這個面積 你看他現在變橘色的點上去 我要擠的是擠的是這塊面積 選好了以後再來按擠出 OK 這樣呢 他就會達到我們想要的要求 那擠出多少呢 我假設擠出個五公分好了 五公分 有沒有 五公分的管子就出來了 那外面這段呢 因為我們有選擇 他就不會擠 因為外面這段 是不是要擠不一樣的高度 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一起擠嘛 一起擠 高度就一樣了 OK 這樣會吧 OK 那擠完之後呢 我們按確定 好 就擠出來了 那接下來呢 再來擠外面那個突圓 可是現在有同學會發現到 老師外面那個突圓要怎麼擠呢 一樣 就是在點進草圖裡面 在點進草圖裡面 點進草圖裡面呢 這時候我們選的是外面 外面這一圈 看到了嗎 那這時候再做一次擠出 再做一次擠出 OK 那這次擠出是外面那個突圓 那我們外面那個突圓 大概只要2mm就夠了 OK 2mm就夠了 按打勾 就完成 所以 同樣一個草圖可以擠出不同的深度 你要分段擠 因為一個擠出就是一個深度 所以你要分兩段深度 OK 這個是打開草圖是去做擠出 打開草圖的時候做擠出 那事實上呢 我復原一下 我再示範一下 如果草圖關掉了 能不能做擠出 可以 一樣草圖關掉的情況之下 要做擠出也是一樣 要先選 先選好你要擠出的面積是哪一塊 這時候草圖是關的 然後呢 再做擠出 對不對 一樣 輸入我要的大小 OK 那接下來呢 在第二次選 你會發現 老師 第二次我想要選外面那圈的時候 不見了 外面那圈為什麼不見了 請觀察一下 我們擠出之後草圖會自動 會自動的被隱藏 注意到了嗎 擠出一個之後草圖會自動被隱藏 那這時候呢 我只要把草圖的隱藏功能先關掉 讓草圖可以被看見 對不對 這時候就可以擠出第二次了 來 一樣 選擇我要擠出的這個面積 對不對 然後呢 再做一次擠出 那擠出多少呢 2mm 打勾 OK 那這樣呢 這樣就完成我要的管子了 這樣給我看出來嗎 OK 那我們再擠出第二次的時候呢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東西 要請同學注意一下 來 我現在再擠第二次 我要擠出第二次的時候呢 OK 請各位同學看一下 我擠出的這個東西 這邊有兩個選項 一個叫新增 一個叫新 新 差別在哪裡 新增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附著在原來的那個東西上面 如果是新呢 新的話 這個東西是一個全新的東西 那如果我選擇的是新 各位同學 我會發現零件會多一個 有沒有 多一個 變成兩個零件了 因為這東西是獨立的 OK 那新增的意思就是 他是附著在他上面 所以零件會只有一個 這個 這個觀念很重要 那以上就是這個 反射管的畫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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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